各位,在今天的頭條日報發表時間是2019年10月27日,16點22分 說理大畢業禮,校長騰錦江與戴口罩上課生握手 說有個學生拍到照片,帶著黑色的口罩上課,拿畢業證書 大家知道那張畢業證書有白紙,不如禮貌上去拿,校長會跟他握手 但你戴著黑色的口罩,校長拒絕跟他握手 而理大學生會處理會長胡國宏批評 騰錦江的做法不尊重學生,也不尊重自己 認為對方作為校長,沒有法容納不同觀點 與政府做法沒有分別 他又說騰錦江自從7月上任以來,從未與學生見面 也沒有回應學生的訴求 反觀其他院校的校長,也有學生會公開對話 質疑對方是否適合擔任校長 第一,你不尊重自己,我也不用尊重你 你戴著口罩上台,在一個災言典禮上 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你既然不用真面目示人 我認為這位校長很欺騙 第二,校長在7月以來,沒有與學生見面 第一,新上任 我相信很多事情要接受,當年時間不夠 第二,我相信任何一個有少少老的人都知道 與你們見面完全不是一個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的場合 你們學生就在吵架中大校長的例子 在中大校長和學生的見面 你們用雷射光射校長的眼 你們在吵架 當有其他同學發出不同意見時 你們在吵架 其實不尊重人的是你們這些暴徒學生 並不是校長 校長不和你們見面,無謂衝突 我覺得是一個明智之舉 現在反而是說回校長不見學生 我覺得要見學生 先決條件之下就是互相尊重 你們來見我,我沒有戴口罩 你們都不可以戴口罩 很簡單的一個互相尊重的原則 第二,說的時候大家輪流說 就不准吵人家 你可以你說,其他人不要吵你 不可以因為別人說話和你不相同 你就用自己的聲音 蓋過別人的聲音 這些絕對不是一個 在大家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 開的 第三 就是這個優高見面 一定是公開 而且是發言的 根據中大 是抽籤出來的 就是出來說 大家公平 當然 每一次說 校長當然有 有權回應 因為你是跟校長說話 但是 如果不尊重的話 不尊重校長 這個就不所開 即是可以叫停 我覺得 如果校長要跟你開 這個是先決條件 而呢 談論的事項 不可以是政治 學校不是一個政治的地方 也都不是一個解決政治問題的場合 你跟校長見面 講你學校和學生之間的關係 沒有問題 校長可以見你 但是在這個場合 講政治 並不適合 你要講政治 離開學校 學校裡面是學習的地方 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地方 所以 符合這幾個條件 我覺得可以 跟校長見面 如果不是 就不用了 而實際上 他們見你都是想講政治 所以 沒有見的必要 我絕對支持這個校長 做得好 而是 這些是你們自己拿來的 因為 你們對其他大學的校長 一點禮貌都沒有 我覺得 理大 亦都可以 猜到 你學生對校長 不會有禮貌 而且 你可能 用雷射光 傷害他人身體 所以 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如果是我 我也不會跟學生 在這個條件之下 見面 如果真的要見 可以 在公學場所 根據我正話的條件 大家是一個 互相尊重 你我不戴眼 口罩 你也不戴口罩 的條件之下 而且 不是說政治的條件之下 我們可以見面 這是我的看法 當然 香港現在 人們只顧著政治 被政治 充分了頭腦 所以 根本就不冷靜 現在 不是談這個時候 拜拜